这个选择如果是你们会怎么选 选江山还是选美人 不好意思 我确认一下 你是在认真地问我们的意见 还是在秀恩爱啊 我当然是认真的 这种选择早几个月扔给我 我梦里都能选出来 可是现在呢 舍不得你男人了吧 是舍不得现在的生活 朋友 爱人 还有越来越如鱼得水的工作环境 换作是我 我不会去 卖出舒适圈的成本和风险都太高了 一旦回到北城 就意味着要再一次回到 一个人租房 一个人加班 回到家还只能吃外卖的日子 还有啊 就是要重新适应新环境 那一直待在收视圈放弃成长 你甘心吗 肯定不甘心啊 就算他现在同意了 也保不准日后会后悔 到时候啊 情绪堆积 愿你耽误他搞事业 这可比暂时的异地可怕多了 是不可怕 这两地分居的家庭 出轨率也就百分之四十五 这都还没过半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半年不见面 他怀孕了 瞎扯淡 我也没见那些天天腻在一起的 就天长地久了 再说了 现在通讯这么发达 又不是异国还有时差 要我说 北城生活节奏快 你老婆忙起来了 她那个作息 跟你这个乡村老干部的作息比起来 跟异国也没什么区别 总之我就一句话 宁愿尝试了不干 也别到时候留下遗憾去后悔 听完你们说 我更不知道赌权 花花世界的诱惑啊 不光是男人扛摸 你敢打赌我 或者说 你能不能彻底改掉你这个 强烈的战友欲 我这不恶心的样子 不也有你的功劳吗 是你一遍遍地提醒我 我就是个 连名字都没有的替代笔 我连喜欢的资格都没有 可怎么办呢 我就是想有个家 从前是有爷爷的家 现在是有司清的家 你为什么总是逼我 你为什么总是逼我 因为你你欠我的 好 到现在还你 过去我跨不过去这种感 是害怕失去他们 可现在 我还要什么 你个疯子 你不就是想把我逼疯吗 你不就是想把我逼疯吗 你明知道我最在意的就是他 我什么都没跟他说过 说什么都比不上亲眼所见 你才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还会不会样的 走 你手机出问题了 昨天给你发信息一直没反应 我把你的微信拉黑了 有时打一话 你生气是因为我瞒着你找工作 还是大哥跟你说了什么 你说呢 司清 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会很烦吗 不会 会跟我离婚吗 当然不会 既然没什么损失 有气干吗不撒出来 憋着自己找罪受 来吧 咱们一起碰个杯 祝辰哥生日快乐 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坐坐 来来来来 生日快乐 谢谢 等会儿我拍个照片 你们俩稍微矜持一下会死吗 明天不发微博会脱粉吗 说到脱粉 你们有没有看我下午那段戏啊 我是不是把情绪铺垫得非常到位 撑哥把醋给我 叫的不是你 叫的是那个撑哥 你们没看到下午我跟撑哥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那个表情跟反应 那可怜的小眼神 要不是我信念感强 那肯定当场就反水穿帮了 你少给自己加气了 你就是个过程 是是 论演技 我当然比不过在座的各位大佬了 尤其是学姐 临时加台词 还能把因爱生恨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 什么加台词 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打算 陪你们玩这么幼稚的生日惊喜 我去酒店只是因为不甘心 想要求这某人是否真的甘愿为了老婆 我放弃梦想 毕竟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那可是心心念念 都是原则啊 报复啊 现在看来不过如此 在泡男人这件事情上 输给女性同胞的我 总比输给他们 更容易接受吧 程哥 这话怎么听起来哪儿不对劲呢 是哪儿都不对 对 能不能管管你老婆 少跟我说话 我需要自证清白 敢说道路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干杯啊 那天我说 那天我说 我为过去感到不值和不堪 那都是气话 但是我说 我真的放下你了 那是真心的 老同学 以后请多关照 你们俩呀 好好的 来吧 来吧 干杯 没问题个鬼啊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我不演了 去他的透明治疗 心结解不开就不解了 这个手游不是真的废了 大不了以后不做木头 你 你傻不傻 我们骗你的都分不出来吗 池周瑜那么烂的演技 你都相信 他什么时候分过前后鼻音啊 你真的以为他分得清称和称吗 不就是弄坏了小时候的一个玩具 又不是杀人放火 你干吗给自己抠那么大一个罪名啊 至于郑小玉强 正好的我也是 我们一个锅配一个盖 愿打愿爱 谁也没祸害谁 外人少在这儿胡折腾瞎吵醒 出气 排位 我们回家 好